collaborative 把脖子翻成母椅 第一个是喜欢,那喜欢是马普拉德,第二是马斯马德,第三是马德拉姆。 一二三,来! 不要说错了! 一二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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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边茂林,当初也算是八八风灾的灾区之一,那这几年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这边投注很多的心力在硬体的建设上面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相对薄弱的就是我们, 软体的建设,就是我们心灵重建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学校这一块我们虽然有努力,但是我觉得那个效果并不如这些桥梁,并不如这些建筑要来的明显。 所以希望透过水浮我们计划这样的一个专案,然后能够,不但是让小朋友能够透过歌谣的这个部分来去重建他们自我。 的自信,然后来去提升他们自己对部落的那种自我的认同感之外,也藉由这个歌谣的传承,让我们茂林的这个正规的文化可以继续的延续。 在这边,他们在这边走来走去,他们就看到你们的服装,虽然漂亮,但是就是那个新鲜感就没有了。 每个人都好漂亮哦。 的确帅。 我们其实服装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那个服装一穿戴上,而且我们传统的卢凯族的服饰比较贵重,那也不好制作,所以外面也不易购买,所以我们都必须用手工的,那手工的话其实价格上面是比较昂贵一点。 那还好随着我们的计划,他给我们这次的机会还蛮充裕的,可以让我们去制作、展新的这种传统的服饰。 那小朋友他穿上传统的服饰,那就是一个对自我的认同。 来讲一下,你这样想做什么? 军人吗? 军人,军人。 陆海空你要当哪一个? 我说要当海军。 陈军选,你这样想当什么?做什么?职业? 你一定要供应吧? 军人,当美军的。 海军啊? 海湘? 海湘这样当什么? 他说是去哪四,杀神楼板。 也会一样生气音。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满足是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愿意穿上自己的歌谣。 那也對傳承文化有很深的使命感 以及對部落這些認同 我覺得這些都是 在其他課程裡面你看不出來 那到國中之後 我們就是配合他們國中放學的時間 那我們就刻意把練習時間挪到 比如說放學等他們來 練了那麼久大家也都有感情 那對這個團隊也都有一定的認同感 跟責任感在 那小朋友也都非常喜歡這個團隊 我要讓他們一畢業之後 這條線就斷了 中文字幕組織在祭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